大家好呀,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植物,然后是文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我当时是买了两颗 然后当时选它俩的时候,它其实是大小差不多 然后就是高崴胖瘦都差不多的 因为我买了两盆 我是想要给它就是对称的放 所以你看这两个盆也是一样的 结果有一盆呢,我就放在了阳光比较好的地方 然后有一盆就放在比较阴一点的地方 然后你就看这两盆过了可能一两个月吧 你看它长得差了这么多 这一盆当时是大概放在了离窗户三米远的地方 这个呢,就是放在了大概是离窗户只有半米不到的地方 所以说呢,文竹虽然比较耐音 但是如果你给它比较好的光照条件的话 它还是会有很明显的差距的 这个就是我也是自己挺惊讶的 之前我没有想到它们的生长速度会差这么多 买来的时候真的是差不多的 本来想给它们两个就是当一对 然后摆在这个电视的两边 结果现在就没办法做一对了 它们长得差的太远了 今天呢,我是想要做一个换盆 是因为这个明显就是 虽然说现在给它这个盆是可以的 但是它很快就要不够长了 另外一点呢,是文竹虽然是偏向于 喜欢稍微湿润一点的土壤 所以它的盆呢,可以稍微比它的植株稍微要大一点点 因为有的植物它是喜欢就是比较干燥一点的 它呢,是喜欢这个土壤微微湿润 所以呢,如果这种用浇水比较偷懒的 其实你看它长大了以后 你就给它换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盆 这样你不用一直给它浇水 就是懒人的话会比较适用 如果它只有这么小的话 其实这个盆是完全OK的 它不会用这么多的水嘛 但是像这个感觉它长势非常的好 我还打算把它拿到办公室去 在那里待的时间比较长一些 所以就是给它换稍微大一号的盆 这样我就不用来回的拿 然后它的那个 在这个盆里面待的时间会长一些 我可能明年再给它拿回来换大盆什么就可以了 呀,有很多水 大家看就是给它从这个盆 然后换到这个盆 然后我打算一直到明年 过一年以后我们再去来给它换盆什么的 所以就比较适合一点 文竹的养护呢 第一是它最好的 是在10度到30度之间的温度 太低于10度的话它会冻伤的 然后如果高于30度的话 它就会进入休眠 就不太会再长了 就是在其实20多度 是大部分植物都比较喜欢的一个温度 然后另外一点呢 它是比较喜欢通风比较好一点的一个植物 如果通风不好的话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给你们看一下 它就会出现这个叶尖 会有一点点黄黄的 就是它可能通风不是特别好的时候 就可以有一些黄的地方 这一颗不是很明显 然后呢 我已经给它修剪过 就是它底下这个部分 如果你看到它底下的这些叶子 黄的比较多的话 就是它因为不通风造成的 所以建议就是如果你纹竹买过来之后呢 在底下这一把它的叶子稍微修剪一下 保证它这个底下通风 它就不太会出现那种黄叶啊 然后闷住的这个情况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这一盆小一点的 就它也是的 之前就是这一圈的叶子都黄掉了 我就给它剪掉了 剪掉之后在这一块能够通风的话 它就会好一些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它也是有一点点叶尖 也是有一点点黄的 有一点点哦 所以它对这个通风的要求会比较高 温度的话 二十多度是最好的 然后土壤稍微有一点点保持湿润 就也不要太潮湿 一直都干不了 那样也不行 然后太干燥 就是你看到那个土壤裂开 那个它很快这个叶子就黄掉了 也不好 因为这边有一个笋 哦对 你看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笋 这个 它呢 就是 以这样的形式先长出来 然后它那个叶子再这样打开 这个 很有意思 我前两天 那个 在刷视频的时候 就有人说 其实文竹 它的这个叶子的形态 和它长的这个方式 就跟芦笋特别像 但他们说 这个文竹的叶子是比较硬的 然后芦笋的那个叶子 是很软的 具体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因为我也没有种过芦笋 但是有种过的小伙伴 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 我还是非常 我还是非常喜欢它的这个形态的 你看它就是很飘逸 然后它这个叶子呢 就是非常的优雅的这个感觉 你看它就是 然后看得很雅致哦 我觉得这个放 这个是一个放在办公室 非常非常推荐的一个植物 你看这个的罐已经长得非常的张牙舞爪了 这个真的是 因为它不需要特别大的光照 然后呢 就我觉得放在办公室里是非常合适的 然后看起来就很仙气飘飘的那个感觉 我觉得是一个 如果让我推荐 就是在办公室里养的植物 这个应该是我会推荐的前十名吧 因为我的喜欢的植物实在太多了 给你个前十 好了 今天我们来给它换一个盆哦 因为要放办公室 所以我不太有可能像有家里一样的养护条件 所以我会在这个图里面加一些 像这个是防虫片 就是怕它长虫啊 如果在办公室里头长虫就还挺麻烦的 所以我会加一些防虫片 然后还有会加一些缓释肥 这样也是方便说不需要 在办公室里面也给它施肥去 就很麻烦 所以就是这种缓释肥颗粒的这种 你就加一些到这个图里面 然后呢你就稍微给这个图拌一下 这个图呢尽量选这种 比较疏松透气的这种图 给大家看一下 你会看到这些白白都是珍珠盐哦 小伙伴问说是不是发霉 不是它珍珠盐它就是白色的 然后这个图就是这种比较松的这种质地 然后你给它混上你的这个 缓释肥啊防虫片啊 这个图就还挺好的 然后也是我尽量选的是那种室内园液 就是说 它应该都是做过这个土壤的 就是消毒过的 然后放在屋内就比较不会长虫啊 什么的就比较麻烦 先铺个底 然后来托盆 我不应该昨天给它浇水 浇完水它就是很湿了 你看这个底下的这个根系 长得都长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它还是有长得比较多这个根 给它做到这中间 然后把剩下的土给它填上 站起来方便一些 装完之后呢 你稍微给它把这个土压实一点 压实之后呢 你再给它拍一拍 就把土壤中的那个空隙给它拍拍掉 然后你看就装好了 就这一盆 其实你给它从这个盆化到这个盆 它这个因为它长得比较大了嘛 其实也没有很违和的感觉 然后这个你就可以不用那么勤的给它浇水啊 它可以长得时间长一点 好了这样就给它换好了 之后的这个成长的这个过程 有机会再给大家更新啊